叫做有性场 它是什么特点呢 有中性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场它是这样了 你都是 P是这样的向量 它都是这样的 问题的长度就是P的函数 长度是P的函数 但它这个向量的方向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种方向向量 这个向量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我们证明一件事情 有性场 一定是无旋场 什么叫无旋场呢 旋度都是零 有性场啊 一定是无旋场 什么叫无旋场呢 就是这个里头的 旋度都是零 每一点在这个区域里 每一点的旋度都是零 就这个意思 无旋场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很容易证明了 现在我们来看啊 我们用这个公式 我们要证明它这个旋度都是零啊 就证明去Nabla 插成现在是FP P去证明这个旋度都是零了 就行了 对吧 然后大家看第三个公式啊 它就等于Nabla F 这就是T度了 它的T度去插成这个P 插成这个F 这第一项 然后再加上 FP不动 这是一个函数 再Nabla 插成P 就变这样的东西 对吧 那么你看 P这个向量的旋度是什么东西 那很容易看 这一看就知道它是零了 大家看在这看啊 这个对这个P而言啊 大家看P就是XYZ了 所以 这个旋度 它的旋度 我带到这来 大家看 这就是XYZ XYZ 你一看就知道 它RA的分量 Z对Y球导书是零 Y对Z球导书是零 是吧 Z对X球导书是零 X对Z球导书是零 这一项 X对Y球 Y对X球导书是零 X对Y球 通通是零 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所以呢 P这个向量的旋度是零 这一项是没有的 这一项是没有的 对吧 然后剩下来就是算这个了 那么我们记得 算这个的梯度 这是梯度了 是怎么算的呢 是F一P 再成为NablaP 对吧 然后再去查人P NablaP是什么东西啊 所以我要大家多记住 这些运算的法则 NablaP是P分之P 然后再查人P P查人P 当然是零了 这个是零 所以呢 整个这个有性场啊 也都是 一定是无旋场 一定是没有旋的 那无旋场呢 有很重要的性质 下面呢 就是我们下面一起讨论的 下面呢 我们讲第四季呢 这些 这个旋度我们就说完了啊 就说完了 就是旋度的概念 就旋度的一些主要的运算法 这就在这儿 第四条的性质呢 我们 讲第五季的就在来讲 下面呢 我们来讲一下 几个重要的场啊 几个重要的场的关系 有四场 和四函数 有四场和四函数 我现在定一下 就现在我们要定一些 一些特殊的场 就现在我们讲了 踢路 闪路 旋路 下面呢 我们讲一些特殊的场 它一些很好的性质 我们要讲到这件事情啊 我现在定一下 一个场 什么叫做有四场 假如F这个向量场啊 什么 为什么叫做这个场 是有四场 我们说 如果这个向量场 这个向量我叫做PQ2 如果它恰好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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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啊 如果 存在一个数量场 Fy 也就存在一个函数了 使得怎么样呢 使得 这个数量 这个向量场 恰好 是这个向量场的T度场 因为 这个 不一定做得到这件事情了 如果 有这样一个 如果有这样一个Fy 使得 你这个向量场 恰好是这个Fy的T度 那么 这样一个场呢 就叫做有四场 而这个Fy呢 就叫做四函数 这个Fy 就叫做四函数 这就定义了 就说一些名词了 那么从这个定义里 就看出来 我们说一个场是四 有四场的冲锋 不要条件什么呢 那么也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F是PQR 对吧 这个场PQR 要等于 gradientF 也就要等于这个了 Fy的T度场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要这个场 恰好存在函数 等于它 那也就是说 要存在一个函数 正好也存在函数 使得它对X导数 就是P 第一个分量 对Y的导数 恰好是第二个分量 对Z的导数 恰好是第三个分量 这就是一个场 存在 是有四场的 充分不要条件 如果存在一个四函数 使得它这个三个设置 蛮错 那它就是个有四场 对吧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场 是个有四场的 它四函数 是不是唯一的呢 我们来看 四函数 它不是唯一的 四函数不是唯一的 它可以有 两个三个 但是差别的不大 你看 假如Fy这个四函数 对吧 另外还有个Psi 也是四函数 另外还有一个四函数 那么这个Fy就是要满足这个 这个Psi也是四函数 也要满足这个 对吧 四函数就要满足这个条件吧 那这核起来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这两个函数 Fy跟Psi之间 这能差什么呢 这能差一个常数 因为这两个一减 就是说Psi-Psix等于Fy-Psiz等于Fy-Psiz等于ค 这样一件事情吧 这两个片档数一减 这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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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这两个函数 第三个变量的片档数都是0 这个函数真的是常数啊 前面我学过的 讲过的 所以呢 四函数不是唯一的 但是差别不大 只能查一个常数 所以你找到了一个四函数 其他所有的四函数呢 都在这里头了 就跟不定结封的事项一样 其他四函数都在这 没有更多的四函数 就都在这里头 好 那么下面的问题 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了 第一 你怎么去判断一个常 是不是有市场 怎么去判断 第二 肯定它是有市场了以后 怎么去判断 怎么去算 这个四函数 两件事情 第一 怎么判断它是有市场 第二 如果是有市场 怎么去算这个四函数 这是要做的事情 那么要做 下面这件事情呢 我们再来定一个场 无旋场我们就说过了 什么叫无旋场 就是这个场就叫无旋场 选动之零的场叫无旋场 这已经说过了 那么再定一个场 什么叫保守场 保守场 我们定一个场叫保守场 我们三个场 就是一个是有市场 一个叫无旋场 无旋场的意思最清楚了 选动之零 这叫无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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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保守场呢 我们是这样定义的 如果F这个向量场 F这个向量场 如果在这个区域里头 向量场一定定义在某个区域里头了 定义在某个区域里头了 如果在这区域里头 任何一条B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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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空间曲线了 因为我现在都三位区域了 任何条B曲线呢 它这样一个解分啊 多次零 这个解分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写多了就是P DX 加上Q DY 加上RDZ 如果对于这个区域里头 任何一条B曲线 这个解分都是零 那么这样一个场呢 我就叫做保守场 就叫保守场 为什么翻译成保守场的意思 我也不大清楚 用保守两个字 看看下面的意思啊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保守场实账上的意思是怎么样意思呢 实账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啊 我们知道一般在个场里头啊 这就是做工了 对不对 如果我把它看这个立场 那么从A到B 把一个字点从A到B 那么这个做的工呢 那么这个做的工呢 就是 这个工叫W1吧 那就是F 点乘DB 沿着γ 这条路线叫γ1 那么这是γ1 如果从A到B 做这条路线做的工 那么这叫它了 我沿着这条路线做工 这叫γ2 对吧 W2 γ2 那么这F 点乘DB 那么这两个数字 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做工的时候 沿着不同的路线 起点跟终点一样 那么沿着不同的路线做工啊 那个数字当然是不一样的 这几分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保守场里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一样的 是保守场的海 就是做工啊 跟路径无关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 γ1等于γ2的冲锋 B2条件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现在 因为我现在沿着这条B路 接峰是0了 也就是说 现在 因为是保守场 所以是γ1 加上γ2的反方向 γ1 对吧 加上这条路 γ2的反方向嘛 这个等于0嘛 这就是保守场嘛 任何的B路都会等于 所以你把这个移过去 那不就是γ1 就等于γ2嘛 这是反方向 一移过去就变正方向了 所以所谓B路接峰是0的 意思也就是说 只有两点固定了 随着在这个场里面 沿着不同的路线 接峰都是一样的 跟路线无关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保守的意思 不大知道 就得它翻译成这样的名字 所以呢 所谓保守场的意思 也就等于说 在这个场里做工 跟路线无关 这个接峰值跟路线无关 跟路线无关的意思 那现在下面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场了 有四场 无旋场 保守场 这三个场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这三个场 最后的结论呢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这三个场是一样的 这三个 这就是我们书上的这个定理 这个定理 这下面要证明的 就是这个定理 就是322面的定理 19.1 19.1讲的这个定理 我来把这个定理说一下 好 我来说一下这个定理 3 Omega 4 R3中的 有界 地区 如果 Omega 具有 这样一个性质 这条性质 书上没有提到 我说一下 因为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要提一下这个性质 如果Omega 具有这样一个性质 对 什么样的性质呢 对 Omega 任意 封闭曲线 任意的封闭曲线 Gamma 总有 完全 落在 Omega中的 曲面 曲面 片 以 Gamma为边界 如果有这样的性质的话 什么意思啊 有这样的性质 什么意思 对Omega 任意的封闭曲线 总有 比如说 这个区域 我这里随便 画一条封闭曲线 我总可以做一张曲面 这张曲面 完全落在 曲约里头 而 以这条曲线为边界 如果能做到这样 有这样的性质 假定有这样的性质 那么 这条性质 对Omega中 任意封闭曲线 总有 完全落在 Omega中的曲面片 以Gamma为边界 如果这样性质 那么 下面三条 下面三条性质 下面三条 等价 哪三条呢 第一条 F 是 有四场 第二条 F 是无悬场 第三条 F 是保守场 就这样 就这三个场 是一样的 就只要有一个层的 其他两个都对 其他都对 我来证明一下 这件事 然后再 以后再来说明 为什么要有这个条件 我再说一下 现在来证明这三条 证明这样三条 等价的我们通常 都是这样做的了 好 我们这样来做 我来证明一下 我通常这样做 我去从第一条 证到第二条 第二条 证到第三条 第三条 再证到第一条 那就说明这些都是一样的了 只要有一条对 其他都对了 好 我渐证第一到第二 第一到第二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 F是有四场 这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 F 是 有四场 如果F是有四场 我要推出 F 无悬 这个悬都一定是零 就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是很容易做的 这个都不需要这一个条件 什么都需要这个条件 我一会来解释 这都不需要这个 F是有四场 但F是无悬场 一定是无悬场 为什么呢 假如F是有四场 好 那么就F等于gradient 存在一个四函数 对吧 那么刚才我讲了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偏5 偏X 等于T 偏5 偏Y 等于Q 偏5 偏Z 等于R 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吧 也就这样的意思 那么我要证明它无悬场什么意思呢 证明它无悬场不就证明这样 我都插架了啊 就证明这样三个等着了 对吧 偏Q 偏R 就三个分量 选度的三个分量等于0了 偏R 偏Y 减句 偏Q 偏Z 等于0 这是第一个分量 第二个分量 偏P 偏Z 减去偏R 偏X 这是第二个分量 第三个分量 偏Q 偏X 减去偏P 偏Y 第三个分量 对吧 证明这三个分量等于0就是了 那么现在这是很容易做的 你看啊 偏R 偏Y 是什么东西啊 偏R 偏Y 现在我这些都假定 它就有二截连续导书了 偏R 偏Y 偏R R在这儿了 R偏Y 就等于偏平方 Phi 偏Z 再偏Y 对吧 R 就它对Y 再求此导书 偏Q 偏Z 偏Q 偏Z 现在什么意思呢 偏Q 偏Z Q是这个 对吧 这刚刚它对Z求此导书 那就是 偏平方 Phi 原来是对Y求此导书 这求此Z求此导书 那这两个 就要假定到二截导书连续 这两个是一样的了 所以这个当然相等了 所以这个就是0 同样 偏P偏Z 我就不写了啊 大家看这个就行了 偏P偏Z 偏P偏Z 就是P 就是P 对X 再对Z求此导书 偏R 偏X R在这儿 就是Z 再对X求此导书 这两个当然是一样的 同样道理 这两个也是一样的 从这个设置 马上看出这两个是一样 所以 这一条是对的 从有四场 一定推出无旋场 这一定是对的 这是第一条 一到二已经做好了 这都很简单 这个都很简单 好 二到三呢 二到三就要用到我这个假定了 二到三 二到三 如果F是无旋场 我要证明它是保守场 对吧 我要证明它保守场 证明它保守场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任何一条B路上结封多字零 这个叫保守场 对吧 保守场的意思 任何的一条B路上结封多字零 好 我在区里画的叫B路 这个区里随便画的叫B路 然后呢 我怎么证明 在无旋场的情况之下 这个结封等于零呢 我随便画的叫B路 是这样的B路 然后呢 因为我根据我这个假定啊 对Omega东任意的地曲线 总有完全落在Omega东曲面 以它为边界 所以这个根据这个假定呢 我总有一张曲面 比如说这就是张曲面啊 张在上的曲面 这是一个码 以它为边界 对吧 那么这个曲面呢 发现了是这样 那两个就一致的了 这是Gamma 所以这个时候 你用stocks公式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在Gamma 在这个曲线上的解分 F.dP 根据stocks公式呢 应该在这个曲面上 这是Sigma上 张的张曲面了 然后这是旋路 F.dSigma 这是stocks公式 对不对 stocks公式嘛 这个时候stocks公式可以这样写了 这就是旋路 这是扩张alpha 扩张beta 扩张干嘛 而你F已经是无旋长了 这个都是零啊 那这当然是零了 所以任何一条B曲线 解分是零 这样来的 那么你加的这个条件啊 通常认为这个条件都是对的了 是 你说你能找出一个区域 你这条B曲线 上面不能张张曲面的这种区域有吗 就是你比如一个球当然有了 你在球里头 随便你画掉B曲线 当然可以张了 那么这种区域是有的啊 比如说我讲个区域 是有这样的区域 那么这样的区域 就是你这条曲线上面张不了一个B曲面 张不了一张曲面 那这个证明就不成立了嘛 对不对 那就不对了嘛 比如说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我画个图 你想一想就 你想一想就 你现在不要看两个头 把它理解成一个轮胎 汽车轮胎的内部是个区吧 想一想脑子出现个轮胎啊 汽车轮胎的内部是个区吧 你把我画的好看一点 再画一个 这叫环面 这叫环面 好 在这个里头 轮胎里头啊 我现在轮胎里头画条曲线 是不是你区域里头封闭曲线啊 上对的张张曲面吗 没法张 能张吗 不能张 不能张 你怎么张 没法张 还有 再简单一点 还有 比如说这样的区域也不好张 这样的区啊 这个 比如说这是个 圆柱体啊 这是个圆柱体 这是个圆柱体啊 圆柱体 然后呢 圆柱体里头挖掉一个 这是圆柱体啊 挖掉一个 小圆柱体 剩下来外面这个是我的区域 剩下来外面是我的一个区域 我这条B曲线是这样的B曲线 绕着这个的一个B曲线 你能张个曲面吗 也不能张 这就是也不能张 对不对 你张张看 没法 这张这个曲面完全在你这个区域里头啊 但是这个区域又是单连通的 所以这个三维区的这单连通的概念啊 就是不像平面上那么简单 你为什么是单连通 你随便发个B曲面 它还是能收缩一点的 当然你这一点 你要在这区域里做个曲面 还是能收缩一点的 所以有些书上的就把这样种曲面 叫做曲面里连通 所以连通的概念很复杂了 这个就不是曲面连通 但是单连通的 就是你不能张张曲面 不能张张曲面 是不是不能张张曲面啊 所以我现在这个证明呢 是假定它能张张曲面的才行 对吧 否则书上呢 因为媒体这件事情 有个讲却一般道都对的了 一般都对的了 不会碰到这 这要想了半天才想出来 这样一个东西 一般都对 一般碰到这区域都对的啊 所以书上就媒体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情 还是有这种可能发生啊 好 这是第二到第三 就如果你加了这个条件 这是对的 第二到第三 那么第三到第一呢 是我们的关键 这是我们的关键 如果它是保守参照 它一定是有市场 这是关键 那么因为我 实际上就是 如果保守参照的话 我证明它是有市场 就要去找一个四函数啊 就告诉你 这个还就是四函数 而且 我告诉你一个 找它的办法 怎么去算这个四函数 好 我下面要称三道一 三道一 好 大家看啊 下面这三道一 三道一 如果 如果 F 是保守长 如果F是保守长 我要去证明 存在一个四函数 Fi 死的 偏Fi 偏X 等于P 偏Fi 偏Y 等于Q 偏Fi 偏Z 等于R 那就是四函数了 我要去找这样函数了 使得它 等于它 那就是R了 大家看 这个时候这样找啊 我们这样做 因为它是保守长 对吧 你看这个保守 保守长什么意思啊 它的结分跟路线无关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去定义这样一个 这个随便取个点 X0 Y0 Z0 随便取个点 然后这个XYZ 是个变动的点 然后算这个结分 PDX 加QDY 加RDZ 这样的 好像说 我叫它做Fi XYZ 那么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从这一点 到这一点的结分 通常都不能这样说话的了 通常 因为你这个 比如说这是X0 Y0 随便一点啊 X0 Y0 随便取点 这是XYZ 这一点 这个结分 这是线结分 线结分跟路线有关 你这样结 那样结 这个数字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样写的 没有意义的 但现在我讲 反正它是保守厂 你随便你什么 结封数字一样的 因此呢 这一点 唯一的确定了 这个结封的值 这个点不动的了 这一点动了 这一点动了 就一个值 这一点动了 因为它跟路线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保守厂的假定 就用在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看成一个函数 没有这个条件 就不能说 这是一个函数 这是不对的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定义了以后 我要去做什么呢 我要去证明 这就是我要的四函数 这样的函数 就是我的四函数 那么我要去证明什么呢 我要去证明这三件事情 对吧 我要去证明这三件事情 好 那我这其实 当然做一件就够了 其他都是一样的了 我要做明第一件事情 那么就证明 偏phi 偏x 解析是 它的偏导数是p怎么证呢 也就是去证 偏phi 偏x 这个当然就是limit 完全按定义去做嘛 hyz 减去phi xyz 除以h h的解析 这个区领的话 解析就是phi的x的偏导数了 我证明这个解析是p就是了 对吧 就是在xyz这一点嘛 就等他就行 好 那么你看看呢 这件事情是不难做的啊 现在是不难做 为什么呢 好 现在是因为跟路线没有关系啊 我来算算我的phi x 加 h 我不是要算这个吗 phi x 加 h y z 吗 我phi x phi x 加 h y z 这个解析是等于x0 y0 z0 这个呢 就是x 加 h y z 就这个解析了 后头是p dx了 一样的了 p dx 加 q dy 加 r d z 好 那么现在你这一点到这一点 你怎么取路线 对吧 这一点在哪呢 这一点在这儿 对吧 你看 我这样画个图啊 这是xyz 这是xyz 我这个画个坐标系好了 这这就是 这一点就是xyz啊 xyz 那么 x加 h 就这上头一点了 对吧 y z 这一点就是x 加 h y z 其他都没动 这是x轴 y轴 是不是就在这上的一点啊 这y z的坐标都一样了 就这一点 而我这个接风路线呢 这个接风路线呢 我这样取 原来这条路线 就是举这 这儿 这儿到他 然后呢 我这儿再到他 这样取一条路线 所以这两个一减的时候 fx加 h y z 减去 fy x y z 这两个一减 这两个一减 前面 fy xyz 就是这条路线的接风嘛 一减就减掉了 剩下来就变成这个接风了 而在这个接风上呢 y跟z都没动 y z都没动 y z没动 y z没动就 dy z都是零啊 没动就没有了 所以就他在动 所以这个差 就是 p xy z 这个都没动 dx 这个再动 那么我现在呢 为了 因为这是接风变量 我换一个t吧 这是接风变量 对不对 然后t从哪儿到哪儿呢 从x到x加 h 不x不就从这儿到这儿吗 对吧 所以就是变成x到x加 h 变成这样一件事情了 这个接风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因为你跟路线没关系嘛 你再取掉最最对你最方便的路线来做嘛 这样一做 好 用中的公司 这一点 这个连续上我可以取出来 就在这个区间上取一点 区间上某一点 比如这里叫x星星吧 对吧 那就等于px星星这里的值 y z 再成了区间的长度h 对吧 这就是属于这样 然后两边用h一除 那就马上就得到 phi x加 h y z 减去phi x y z 除以h 就马上就等于 px星星 y z 然后让h去0 对吧 让h去0 h去0什么东西呢 h去0的话 这x星星当然就跑到x去了 h去0 这就跑到x去了 所以这个就 让h去0的界限呢 这个就等于 去h去0界限 这个界限就到px y z 所以最后这个界限呢 就等于px y z 这个界限就是偏导数 也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对吧 偏phi 偏x就是p 那同样道理 你去会去证 偏phi 偏y就是q 偏phi 偏z就是r 一样可以做的了 所以呢 这个定例的证明呢 不仅仅证明了phi是存在的 存在 就是如果它是保守长的话 一定有一个函数 使得它正好它的gradient就是f 不仅证明存 而且告诉你怎么找 这个phi怎么找呢 就算这个限界分就行了 就算出来就可以 那你说这个限界分好算吗 这些地方很好算 为什么很好算呢 因为它跟路线没关系 你取掉最容易算的路线 很好算出来 下面我来举例子讲 怎么算啊 主要今天做的写体就这个写体啊 大家看所有样的例子 我先讲324面第二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以后再说 先讲第二个例子 大家看 324面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 就给了一个长 怎么去判断它是下 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四长 然后判断好了以后 怎么去算它的四函数 告诉我你做这样件事情啊 好 我们来做一下这件事情啊 这四函数怎么算 大家看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个例子 f啊它是这样的长 f是x平方减去两yz y平方减去两xz z平方减去两xy 这是f是这样的长 那么你要去证明它是有四长 证明它有四长怎么知道做呢 关键就是用这条啊 去证明它是无旋长 这是等价的嘛 无旋长就是有四长 因为这个好算 因为这个好算 这有三个方式去验证它了 对吧 这要去验算它无旋长 你就不去验证对吧 要证明它是有四长 也就是说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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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无旋就行了 无旋就是有四嘛 那么也就说要证偏r偏y等于偏q偏z 然后呢偏p偏x偏z 偏p偏z 也就证明这三个方式生吧 偏p偏z等于偏r偏x 然后这偏q偏x等于偏p偏y 大家看书上这个公式啊 就是大家看书上325年 325年第二行第五个设置 就是去验证它是有四长的条件 就要证验证它无旋就行了 那么这个很好验证了 你看啊 这是r对y求导数 就是负到rx q对z求导数 q对z求导数 也是负2x 这两当然一样的了 p对z求导数 p在这 对z求导数 负到2y r对x求导数 r对x求导数 也是负到2y 这当然一样的 q对x求导数 q对x求导数 负2z p对y求导数 p对y求导数 也是负2z 所以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第一肯定它是 你做以前你一定要肯定它是有四长 第一如果它不是有四长的话 你算这个掘封数 这当然没用处了 因为它不是保守场 那这个路掘封数 当然没用处的了 首先被虚验证它这个有四长 然后等下 然后它是无权的 然后它是保守场 每一刻用着 然后下面一步呢 我们就来算四函数 四函数就怎么算呢 就按照我们刚才证明的方法 你就随便取一点 对吧 四函数 然后算四函数 随便取一点 那我的四函数 phi x y z 随便取一点 然后呢 x0 y0 z0 然后这是x yz 然后是p dx 这是我们的四函数 q dy 加上r dz 通常你选一点 它选的最简单的一点了 这点去圆点 圆点最简单 对吧 好 你就这样画一条路线 你看啊 就取这一点 去圆点 圆点 然后xyz 随便一点了 这是xyz 随便一点 好 你走到路线走 怎么走呢 走 总是走我们最简单的路线了 你看啊 这样走 这一点 你画下来 那么这一点呢 因为它是z坐标了 这个就是x坐标 对吧 这就是y 那么你走的路线呢 这样走 从圆点出发 先到这儿 先到这儿 然后再到这儿 然后再到这儿 反正目的到这个地方为止了 对吧 走这样条路线 就走这样条路线 好 你看算的时候你就这样走这样条路线写错就怎么样呢 就等于这样 000出发 然后到这个地方 这点就这一点什么 这点是x00 对吧 然后再从x00出发 到xy0 这一点不是xy0吗 xy0吧 对吧 然后再到这一点 xy0到xyz 这就是我们取的路线 好 你具体算的时候呢 你看这是很简单的 你算的时候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y的坐标跟z的坐标都没动 就说明y跟z都没有变化 yz没有变化 这两个就没有了 divy的z就是0了嘛 所以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呢 x在动 x从0变到x 对吧 所以这个是p p我们现在有具体的设置 在这儿 p是这个 而y跟z都是0 所以这两项都没有了 就是这个 所以这就变成x方 x方因为先x变两 我写成t一方 底t从0到x 这就是这个结分 yz都没有 对吧 然后再加上第二项 第二项x有的 x就是x 但是没动 所以dx这项也没有 z这项也没有 这个第二项 q底y 是吧 这个是0到y 那么碰到y的地方 都把它写成t q q在哪 q在这 q在这 z是0 大家看z是0 所以这项还没有 z乘0没有了 那就是y 所以这就是t平方 dt 这是第二项 对吧 第三项你看 第三项 x y 都没动 xy都没动 只有z一直动了 所以呢 这两项都没有 所以第三项 但第三项的时候呢 你x跟y的地方 不能随便写0了 x是xy是y z的地方 你把它写成t 因为它是结分变两 0到z 到0到z 然后r的地方 这写成t平方 这是xy都有的 所以就变成t平方 减去2xy dt 这就是我们要的函数 你写说看 它就等于什么 这就等于三分之x三方 加上三分之y三方 再加上三分之z三方 这个结分啊 然后这个结分呢 200xy拿出来的常数 然后z 减去200xy z 这个最后原项数 这样的按数 这个是最后原项数 那么差一个常数 加上c就是 你就把所有的原项数 所有的y都算了 就是还有一个常数嘛 xy 这是一种算法 这条路线啊 还可以去怎么样的路线做呢 还可以去这样的路线做 这是这条路线 还可以去直接做条直线 走这条路线 这也可以做 这个时候 走这条路线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 我说一下啊 因为写起来很啰嗦了 直接走这条路线 走这条路线 我暂时把这一点写成零吧 暂时把它写成零啊 记住这个零 以后要变成xyz的 这样方便一点 这样写成这样的时候 那么这一条直线的方式 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x等于tx0 y等于ty0 z就等于tz0 这就是这条直线的方式 t从哪变到哪呢 t从1变到0 因为t等于0的时候 就这一点了 t等于1就这一点了 这就是这条直线的方式 那么在这条直线上解分 你把pxyz 这个巴里托 xyz 这个设置都带进去啊 最后算出来呢 也就是这个东西 最后算出来也是这个东西啊 这数量有这个公式啊 最后呢 哎呦了不起 我讲一下书上没有讲的啊 其实呢 这个书上没讲的 其实呢最简单的 没有那么限解分啊 怎么那么麻烦 其实我们一年就上了 就可以选到这个方法了啊 算不定解分就行了啊 算不定解分就行 你看看啊 实际上做件什么事呢 当然有时候呢 算解分方便 有时候是算这个 大家看一下 知道这个方法就是 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告诉我们 做件什么事呢 要求一个还是fi 就解一个 这样一个偏文文方式 大家看啊 要算偏fi 偏x 等于 第一个是p x方 减2y z 然后算偏fi 偏y 等于y 方 减去2 xz 第三个偏fi 偏z 等于z 方 减去2xy 不就是要求一个函数 满足这三个方式吗 对吧 这是偏文方式了 但这偏文方式很容易 为什么 你看啊 好 我从第二开始 fi 对x 就导书 我就对x 结分啊 fi xyz 对x就结分 对x结分 这yz都是常数了 对吧 所以这就等于三分之 x三方 减去两倍 yz x 对吧 还加上了什么东西啊 还加上 yz的函数 因为yz 现在都是常数啊 好 然后我开始用第二个方式 偏fi 偏y 现在算这个 偏fi 偏y 这个没有了 这个就y 等于负的两倍 zx 对y求导书 对吧 这个求导书 偏fi f 偏y 偏fi 偏y等于什么 要等于这个 等于y方 减去两倍 xz 那就这两个方式消掉了 就告诉我们 偏f偏y 应该是等于y方 所以f应该怎么 f yz应该怎么 应该三分之y三方 再加上一个什么的 z的函数 几z 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好 然后我把这个fi yz 带到这张里去 f yz已经算出来 是等于 三倍 y三方 加上几z 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几z怎么定呢 我还有一个方式 再算 偏fi 偏z 好 从这次算z 这个对z求导书没有了 这个对z求导书 是负的两倍xy 这个对z求导书也没有了 然后加上 g也偏z g也偏z 这个应该等于什么 偏fi偏z 应该等于这个 应该等于z方 减去2xy 2xy 2xy 2xy消掉了 所以g也偏z 应该等于z平方 对吧 所以gz应该什么呢 gz应该等于 三分之y三方 加上一个场数 这就是gz 然后把gz带到上上去 三分之y三方 加上场数 你看这个跟我刚才算成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刚才算成三分之y三方 加三方 加三分之y三 减去两个状 加 两个状 两个 xy 加 一样 所以这不要线结封 什么都不要 不要线结封 就是算不定结封就行了 那么有时候呢 这样算还方便一点 当然我要讲的这个 你还要知道这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 否则你证明是不好证明 证明它存在是这样 那么做题目的时候呢 有时候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做 很简单就做出来了 今天好像一个到了时间 我来说一下写题 好 我们今天呢 这两种办法可以做的啊 都可以做的 我做一下 第 第三 这些题 第 三百二十二面 三百二十二面就是一个题了 做两个小题 第一第二两个小题 这两个小题呢 第一 第一个小题呢 就是 还是用高斯定理说 你把它这个 大家看第一个小题啊 N插入F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用 两边算一下 可以算出这个结果来 第二个小题呢 它就写的 挺 大家 你看写的 Divergence F Gradent F 等于AF 在 Nabra 它脚件是这样 Nabra F 平方 等于BF 它的总的意思 让你算这个 F对 发相量的导数 那么 根据我们前面一道 写题 我知道 这样一个导数 等于什么 F 这个是等于什么 等于 Delta F Dmu 记得吧 这个不要 不要求 记得了 你翻翻 就看 记得这个东西 在 三百S 方面 第三道题 第一个小题 第一个小题 所以 这道题的意思呢 也就是要你去 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算出来 这个结封不就知道了吗 也就这个意思啊 好 第二个 然后呢 我们开始做一下 今天算远寒数的啊 算远寒数的 我做一下 第 三百二字 前面 第一个题有两个小题 我来说一下这两个 我们我记得例子啊 是取这个点 但是 有时候是不能取这个点的 比如说我这里两个题目 都不能取这个点 取这个点的话 YZ都是零 你带进去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当然你尽量简单 一种点呢 比如取一零零 就像第一个题取一零零也不行 YZ零 Z零也不行 那你取简单 比如一一一啊等等 这是一种做法 你不能零一看一带进去就不行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用不定结封 做也可以啊 用不定结封做也可以 但希望尽量用 曲线结封做 就是我讲这个 你现在学曲线结封 我讲这个呢 告诉大家 很简单的这样做出来 好 这是第一第二两小题 第二道题呢 我做第二 第二道题吧 第三题我讲了另外一东西 大家再来做 然后呢 好吧 先做这些题 我下面讲了再做 下面讲了再做 今天就到这 咱们